哈喽大家,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 我是小明,在我频道里呢 我会分享一些美中生活护肤和学系列的视频 希望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敲一下小铃铛 这样我发新视频里面会稍有提醒 Also if you speak English I als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named Miss Ming 我会把我的英文频道的链接放在我的新星栏里面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孕是什么感觉 在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还孕第35周 第35周呢相当于是还孕8个月 还孕一共呢是40周 40周相当于就是10个月 我基本上快要到9个月了 所以我还有5周就生产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 这个是我的孕期肚子 大家可以看到肚期已经鼓出来了 这个是我35周的肚子 这个视频其实我之前想给大家录来着 然后但是录了一半呢 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感觉Ramble了很多 就把视频关到了 感觉自从我还孕之后呢 就是没有怎么在中文频道发视频 给大家Apologize 在今天视频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还孕到底是什么感觉 从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到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而且还就是我是怎么能克服的这些症状 首先还孕的是什么症状呢 最开始刚开始还孕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刚开始还孕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我是有感觉的 就是在这个embryo implant 在我的uterus 在我的子宫里 那个embryo那个小卵 implant的时候呢 我是有一定的感觉的 我是有一点tingling的这种sensation 就感觉有一点就是 有一个东西咬在了我的子宫上 子宫内膜上 是有一定感觉的 然后我自从感觉到那一个之后呢 我的第一个症状就是我的手啊 手脚开始发肿 我的脸也开始发胀 然后呢开始比较就是频繁的去上厕所 尿频 而且呢就是感觉整个脸有一点puffy 脸也稍微有一点的浮肿的感觉 这个最开始呢是别人是注意不到的 但是我可以注意得到 所以呢过几天我就去测了一下 我的这个就是做一个pregnancy test 我是在我历价 就是按理说 你是应该在下一个月的历价 错后一天之后再去测你的pregnancy test 是最准确的 但是我是在最早最早的那一天 可以测的时候我就测了 是我在下个月的历价前的第六天去测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非常浅的一条线 但是那个我就知道我怀孕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每天测了一下 发现那条线会慢慢慢慢的变身 我就知道真的是还上了 耶 我尝试了多久呢 我们是有刻意的去尝试怀孕的 因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的视频之前 我有个视频是分享我流产的经历 我在6月份的6月1号的时候呢 是有流产去2022年的6月份的时候是6月1号是有流产的一个miscarriage 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 然后自从流产以后呢我们有尝试 在我尝试的第三个月之后呢就怀上了 我的医生跟我说就是你流产以后的三个月 只要你的心理上觉得没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去尝试 你在流产之后的三个月之内是更容易怀上的 你就更加的furrow 更容易怀孕 所以我们就抓住机会尝试了一下 尝试了三个月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就怀上了 一般情况下你所有东西都做得对的话 你的几率还原几率是25% 所以一般四个月以后 基本上大部分的couple都会怀上 如果你没有怀上的话 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在产卵期 排卵期做那个baby dance 如果你弄错了的话呢 你重新计算一下日子 或者你可以去看一个fertility doctor 去看一下你有没有fertility医食 可以做一下检查 一般四个月是会怀上的 我们尝试了三个月第三个月就怀上了 然后就成功 好下面呢是怀孕的一些症状 第一个tremester在前三个月 怀孕的前三个月是非常的非常的困 非常非常的饥饿 而且呢会有恶心又恶心又头晕 然后又很累 然后又想吐 然后就感觉前三个月非常的痛苦 比较明显的症状呢 就是第一个非常的饿 我非常非常的饿 第一个tremester是我非常的饥饿 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我吃多少 我还非常的累 而且呢我还经常头晕血压低 第三个呢就是恶心 大家我到底没有 就是我没有怎么吐吧 但是就是永远的都觉得恶心 你不管干什么你都觉得有点恶心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想吐 我每次越饿就会觉得越恶心 如果我吃了饭呢就不会那么的恶心 所以我也没空腹的话我会更恶心 第四个呢就是非常的累 每天都是很想睡觉 就睡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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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前三个月 前三个月之后呢 一般人家说从第十二周第十三周 你的恶心或怨吐啊什么就慢慢减缓了 但是我在第二个tremaster的中间的三个月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恶心 就是最第二个tremaster最开始 我还是觉得有点恶心 然后第二个tremaster比较明显的一个 就是lower back pain 就是腰痛 腰超级的痛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还原的时候呢 你整个的你的spine 你的lumbar spine 就是腰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脊椎呢 会变弯去成 去就承受你的这个肚子 所以这个lumbar spine 变弯了之后呢 就会那个整个那个重量 压在你的lumbar spine 就会变痛 所以第二个tremaster 最严重的一个symptom 最严重的一个症状 就是后腰痛 痛的不行 非常 我每天干什么都会觉得腰痛 坐着也腰痛 走着也腰痛 干什么都觉得腰痛 不管你是练瑜伽还是拉伸 还是怎么这样 什么都没有用 就是腰痛 因为 因为我的那个脊椎 我的spine变弯了 所以它的那个承重的 就不一样 是因为我的身体的一个改变 慢慢的终于的 就是在第二个tremester 20周以后 我这个恶心慢慢又变好 就是我相当于还原20周以后 就是五个月以后 终于就是我的恶心 慢慢的快要没了 但是我的腰痛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腰痛最后就变成了syatic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syatica就是你从 因为你这个有一个herniotic disc 然后导致你整个的 就是在你的屁股这个地方的 这个syatica有个nerve 就被pinch掉 所以我从第二个tremester开始 就是腰痛再加上syatica 这个syatica这个nerve 会一直窜到你的腿上 有的时候它发作的时候 我就不能走路 就是动都动不了 动都动不了 这个感觉有点瘫痪的感觉 但是一般都是一边 我一般最开始是我的右边瘫痪了 然后后来右边好了 结果变成了左边 好 然后而且在我的第五 二十周的时候 就是还原五个月的时候呢 我还得了sinus infection 就是有点伤口吸道的一个感染吧 sinus infection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每天都流鼻涕 鼻塞 然后就是牙也痛 嗓子也痛 鼻子也痛 头也痛 然后我测了 就是测了所有的病毒都没事 就是一个就是bacterial infected sinus infection 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导致了 然后因为sinus infection吧 每天都会打探体 在你第二个tremester的时候 你的整个pelvet floor 就会被relax掉 这个地方relax掉之后呢 你在打喷嚏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incontigence incontigenc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打喷嚏的时候会有accident 就是所以呢 比较推荐尿不是啊 就是所以我在第三个tremester的时候 就买了尿布 因为就是每次一打喷嚏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去正好 去pull in 做curgo exercise 就会不小心有一个accident 就要去洗脸库 这个是我的非常honest oversharing 从第二个tremester开始就 非常的痛苦 好 然后慢慢的到28周开始 第三个tremester 对 第二个tremester还有一个现象是 偏头痛 第一个tremester 就前三个月的时候 完全没有偏头痛 中间的三个月之后 开始偏头痛 莫名其妙 要不然就是这边 要不然就是这边 然后我的obgyn 就给我prescribe了一些 偏头痛的一些药 基本上 Tylenol是可以用的 所以 偏头痛 第二个tremester 就是非常的痛苦 偏头痛 尿不湿 lower back pain 腰痛 syatica 整个 整个这三个月 非常的痛苦 然后这三个月里的 前一个半月吧 我还有恶心 又 就是 第一个tremester 那些一些症状 还没有消失 第三个tremester 症状又进来了 整个 特别不好 好 现在讲最后的这三个月 第三个tremester 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所以可以跟大家讲 第三个tremester呢 就是最开始 刚进入第三个tremester呢 就没有什么偏头痛的感觉了吧 就是感觉偏头痛变好了 稍微偶尔有一点点偏头痛 但是没有第二个tremester 那么 那么频繁 但是呢 由于肚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的这个syatica 和我的腰痛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那syatica 整个从 这个地方 就开始往下窜 窜到我的腿上 就是经常就 比如说我走到厕所就上厕所 然后坐在那 然后该起的时候起不来了 就是因为 左边的这个条腿 就麻了 整个就是动不了 然后我就只能坐在那 就起不来了 而且我还有继续教瑜伽 有一次在我再教瑜伽的时候 我demonstrate一个动作 给大家展示一个动作 做完了之后呢 我起不来了 因为就是感觉 syatica突然 那个pinch的一个nerve 就那个神经啊 就被压抑到 然后就 动不了了 但是呢 我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 我就 play it up 没有人注意到 所以呢 非常痛苦的第三个 tremester就是 整个你的肚子非常重 所以你的 整个的这个 pelvet floor的这个地方 就感觉非常的沉 你走路呢 就是动作就很迟缓 然后我的 屁股还痛 腰还痛 然后我动 腿还 整个人的 就是mobility 就被限制了 是一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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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好的感觉 不过比较好的感觉呢 就是第三个 tremester 你可以每天都有感觉 这个你的宝宝 在你的肚子里动 然后每次宝宝 在你的肚子里动 你会觉得 哎呀好开心 哎呀 希望就是一些顺利 希望你的宝宝 一些平安什么的 所以呢 就是感觉 快要熬到头了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这个时候 终于有探头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最难受的是 中间的三个月 因为中间的三个月 又有恶心 又有塞压的卡 又有腰痛 就感觉中间的三个月 非常的痛苦 虽然大部分人都说 第二个tremester 是最好的tremester 感觉又不累 又怎么 又没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 第二个tremester呢 非常的痛苦 哦 还有一个症状是 第三个tremester 最近开始失眠 最近开始失眠的感觉 是因为 可能是激素有变化 因为你在第三个tremester的话 激素是非常不稳定的 你的body会开始 开始准备 就是去生育的感觉 所以最近就是 第三个tremester 很难去入睡 有点失眠症状 这个失眠症状呢 在前面几个月 完全都没有 只是第三个tremester 开始失眠的 所以就是 这一点有点痛苦 所以呢 怀孕 当妈妈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非常的不容 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到底长了多少斤 如果大家看了以前的我的视频 就会发现我以前很瘦 而且呢 比较健壮 我怀孕之后呢 还是继续有锻炼的 但是我真的长了非常非常多斤 我从怀孕到现在 一共长了 43磅 而且我还有五周啊 所以我可能还会继续长 5磅的感觉 我可能会长50磅 50磅就相当于是45斤 一般人 一般人还原都会长30斤的感觉 一般 on average 一般人还原是长30斤 我最后会长到45斤 真的长了超级的多的 长了超级多的肉 而且我觉得吧 其实很多这些重量不仅是 就是脂肪和宝宝 还有什么的 而且很多这些可能是 就是水分 因为我从最开始 还原就开始 突然变得就是 非常的puffy 就是浮肿的感觉 我自从还原之后 浮肿非常严重 一般人的话 都不会有一种浮肿的感觉 我从第一个trimester 我去吃饭 然后我去那个餐馆的 那个老板他认识我 那老板就说 你是不是还原了 你感觉你整个脸都肿起来了 我说对 我是还原了 他说你这脸看起来 非常非常肿 一看你就 感觉有点还原的感觉 我刚开始还原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明显 就是我脸就开始肿了 我腿就开始肿了 所以我感觉 我的脸和我的腿 很多都是就是水分的感觉 就是有很多的 浮肿的一些原因吧 就是有一些人 对激素的这个反应比较大 就是可能会浮肿的 比较更明显一点 所以呢 我去问我的医生 我说你看 一般你们推荐病人 长35磅 就是如果你还原之前 比较瘦的话 你可以长35磅 那我已经快要长到45磅了 你说怎么办呢 然后我的OB就说 不要担心 因为你以前很瘦 而且他之前做了 screener 就是justational diabetes 就看我没有孕期糖尿病 然后看我又没有高血压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他就说 你又没有糖尿病 又没有高血压 又没有任何的症状 你就稍微长一多一点 没有关系 因为你孕前很瘦 OK 我希望还原之后 这些重量可以 go away 而且我觉得这个 还原的时候 你长多少斤呢 可能有一点点是遗传的原因 因为我问我妈 她还原我的时候 长多少斤 她说她还原我的时候 长了40多斤 我刚好呢 长了快啊 我相当于 那个重 美国的棒和中国斤 也不一样 但是我已经快啊 差不多40斤了 我可能最后 还完孕之后 就长了40多斤 就跟我妈长得差不多吧 而且我妈还的还是个女儿 我还的还是个男孩 所以可能长的女孩多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原长 长多少斤的这个呢 有可能真的是 遗传 所以呢 我在问了遗传之后 就是我的provider 我的doctor说 不要担心 你长得重 你都很健康就可以了 她说你不要去减肥 或者怎么样 但是确实我觉得 这个长重这件事情 对整个身心的一个健康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有的时候就是说 在网上 就是大家如果看 我的英文视频 就会有人说 我就是长胖那么多 然后就有人说 like why is she like is suddenly getting so much weight 而且有一些人 就会比较mean 也就是说 就之前我去吃了一个 我们当地的 oh you can eat的 Japanese barbecue和 hap hot Japanese 日式烧泡火锅 是all you can eat 然后就会有人 在我的那个评论栏说 你都这么chubby了 还吃all you can eat 就是网上 就会有很多人 就说那种 非常酷 非常刻薄的一些 一些人 如果你像我一样 打算还原 然后比较担心 长胖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被这些人影响 但是我很信任 我周围有很多就是 朋友 很多positive energy 他们就说 你虽然你有长胖 但是你看 你看起来还是很好看 你看起来很可爱 而且这些东西 都是暂时的 你之后 生了宝了之后 你就可以bounce回来 你之前都那么健康 而且你一直有锻炼 就是很容易 就会也bounce回来了 所以千万不要担心 就是很多 我周围的人 会有给我很多的激励 所以对我来说 就比较有帮助 千万不要被那些negative 那些消极的人所影响 医生说你是健康的 不用减肥 或者不用去怎么样的话 你就不用去太担心 如果你的医生说 你长得太多了 你的血压有点高 你的血糖有点高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要就是注意饮食什么的 而现在我觉得 这个长不长胖 这件事情呢 是你完全不可能控制的 我知道听起来 感觉是一个借口 但是真的是不能控制的 因为我自从还原以来 我一直有坚持的去锻炼 我还原之前呢 每周是锻炼六天 然后每天锻炼一到两个小时 自从还原以后呢 我有少一点锻炼 我自从还原以后呢 我每周是锻炼四到五天 然后每天是锻炼一个小时 所以我稍微有少一点 我的锻炼的一些 就是锻炼一些东西吧 而且以前我每天会走 一万五千步到两万步 现在我可能每天走 就是一万步就够了 我没有去push更多的去走路 有的时候我锻炼就不走路 以前是又锻炼 而且还会有take a walk 所以我又稍微的减量去锻炼 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去锻炼 因为我每天坚持锻炼 所以我的锻炼程度 基本上比一般人要更多一点 而且我除了第一个trimester 就是在我第一个前三个月 还原前三个月的时候巨饿 那个时候真的吃的比平时要多 但是从第二个trimester到现在呢 感觉没有比以前运气前吃的更多 所以我感觉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整个这个新陈代谢 是跟你的激素的一些有关系的 如果你运气一些激素呢 就是促进你长胖的话 是你身体一个自然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就不用去跟他抗拒这样子 只要你的医生说你没事 你就一定要给自己自信心 而且千万不要被那些消极的人所打击掉 知道就是 怀孕是非常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是做了很大的牺牲的 你牺牲了很多就是你自己的时间 你牺牲了很多自己的健康 然后你牺牲了很多自己的hobby 然后每天要忍受这么多的怀孕的症状 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被那些 网上的那些消极的人去影响 你要带给这个世界镇铃了 好 最后讲一下就是怀孕的 就是可不可以锻炼呢 怀孕是可以锻炼的 然后我周围认识一些人呢 就是他们锻炼有点过强了 我觉得啊 我是那种就是说比较听医生话的 然后我的医生说不要做就是hits 不要做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然后呢我之前怀孕是有一个complication的 我有pacenta previa pacenta previa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pacenta pacenta什么呢 就是你的宝贝 然后有一个给你宝宝供血 供能量的那个pacenta 这个中文名字我不太会讲啊 没在称过怀孕运 我要去查一下 这个pacenta是completely covering my cervix 你的cervix就是你宝宝出来的那个地方 pacenta如果cover到那个cervix呢 你就宝宝就出不来 这个时候你如果被诊 如果你去医生然后诊断说 看做超声波说诊断你有pacenta previa 千万不要着急 基本上80%多的人最后都会correct都会resolve 所以呢我从20周的时候有pacenta previa 然后我到32周的时候那个previa就没有了 但是呢如果你有pacenta previa 如果你的pacenta有covering your cervix 千万注意就是不要做high impact 千万不要蹦啊跳啊 就是这些都不行 而且呢就是我的医生也说 不能XOXO 不能做baby dance 不能做sexy time 基本上就是pacenta previa 一定要问你的医生就是你有什么活动 可以做有些活动什么不可以做 然后呢我问了医生 我的医生说如果你就是做一些bicep curls 或者你走路什么都没事 但是你要蹦啊跳啊 你有可能就是rupture你的pacenta 因为pacenta整个的你的body weight 全都在你的pacenta上面 你的pacenta就在你的cervix这上面 就是会很危险 所以呢我没有做什么特别多的high impact的一些运动 但是我从最开始怀孕到现在基本上每星期都会运动 每星期会运动四到五次 就是非常的坚持的去运动 虽然有一直运动 而且我的就是呼吸啊 我的心跳 就是感觉我的就是整个的健康上来说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还有一直的在长重和长胖 所以这个就证明就是说你的整个就是新陈代谢 真的不是看你就是吃了多你就长胖了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我 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如果你感觉有自卑啊 什么那种感觉 就是我又运动 然后又吃的比较健康 但是我还会长胖 所以我就let it go 最后一个症状就是 我的brewing fog 我从第三个trimester开始 我的大脑真的非常不好用 我自从大脑不好用之后呢 我的中文就说的非常不好 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是中文说的不好 就是我提就张嘴忘词 我不仅中文张嘴忘词 但是英文也会张嘴忘词 但是我周围全都我老公也不会说中文 我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 所以我中文忘记的词的几率就比较大 所以我就有点我每次开镜头 我就开一开相机 我就觉得有点不会说吧 就感觉我说话不是特别的利落 然后之前我在就是做中文视频 经常被人喷 就经常说你为什么英文和中文加在一起说 你要不然就说英文 要不然就说中文 什么什么什么这 就非常mean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说 有些词我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者就是我忘记了 我脑子最近又不好用 为什么大家就是会judge我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我在中文频道里头说英文 是我在显卑我的英文好 但是其实我在中文频道里说英文 是因为有些中文词我真的忘了 是因为我的中文面的不好 因为你想我从2019年以后 再也没有回过国 因为就是有什么pandemic covid 然后我所有的家人都在中国 我一个人在美国 我的老公和我老公的所有家人 都不会说中文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不会说中文 我又不是说在一个什么加州 我又没有说在纽约 我周围基本上没有中国人 我在Texas 我又没有住在Austin或者Houston 我住在San Antonio 我周围真的中文比较少 所以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练习中文 所以有时候我张嘴就忘词 然后我张嘴忘词呢 我就用英文去补一下 然后就会经常被人喷 所以的话我觉得 不怎么想来中文 中文视频 不怎么想打开相机 因为我感觉中文说的不好 就感觉很难去把这个故事讲清楚的感觉 也希望大家见谅啊 所以呢感觉这个是我在还原之前 具有注意到的一些 就是我在美国时间长了 中文慢慢慢慢有点张嘴忘词的感觉 但是自从还原之后非常明显 因为感觉还原之后 真的大脑就变木了的感觉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见谅 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还原的症状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大家的新西兰告诉我 希望做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会做一个follow up的视频 answer一些大家的question 我可能我在我的英文频道 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更加详尽的一些 alrighty that's it for today's video thank you so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listening to my complaints about all my pregnancy symptoms 如果大家也想还原备孕 或者实现也在还原 希望大家在心里面告诉我 你的还原是什么感觉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和意见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不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check out my English channel MissMe and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